这一晚 董城在灯下就反反复复地 替那件锦袍和玉带 希望在里面 找到皇帝秘密交给他的东西 但是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他很疲倦 正是想扑在桌子上 瞎一眼睡 忽然间 灯盏的灯花 跌了到玉带上面 烧着玉带的襯底 哎呀 闭家伙 闭家伙 董城立刻用手来拍 不过已经迟了 已经烧穿了个洞仔了 哎呀 那怎么办呢 是皇帝遇刺的玉带来的嘛 咦 什么来的 襯底里面原来还有一层白卷的 咦 咦 还好似红红的 会有些血迹那样的 奇怪了 董城急急拿刀子来 拆开来一看 哎呀 原来是天子亲手写的血字密照 来呀 这封照书的大意就是说 近日曹操奸策 欺君压主 连群结党敗坏朝江 一上一阻 都不到 朕自己作主 看来天下就有危险 庆家乃是国家的大臣 又是朕的亲戚 应该念及高祖 创业艰难 去密室与联合 忠义相传的人 来消灭奸党 挽救国家 朕咬破手指 用血来写这封照书给你 庆家 无必认真谨慎 不要辜负朕的心意 建安四年 春三月早 董城看完 哎呀 替泪交流 整晚都睡不着呀 第二天早起了身 他又去书房 拿着那张照书 看完一次又一次 哎呀 总是无计可思呀 他把照书放在一张机上面 入了神的 想用什么办法来铲除曹操呢 想想想 眼眠上来了 博一张机树睡着了 这个时候 侍郎王子福来到探访董城 守门的博人 知道王子福和主人交情十分深厚 是上来上往 所以就无难阻止他 有得他自己一个人 一直走入书房 王子福进去 见到董城 博一张机树睡着还没醒 走近去看看他 奇怪 董城的衣服就扎着一块白卷 露出一个浸字的 王子福好奇了上来 不出声 顶顶手拉了那块白卷出来看 哇 原来是这样的 看完 将照书收在三袖笼里面 然后就叫醒董城 郭球啊 郭球啊 喂 你真是自在了 亏你睡得着了 董城被王子福叫醒了 一看 不见了一张照书 吓得云不负体 手忙脚乱 王子福说 你想杀曹城 我去出手告你 哎呀 哎呀 兄长啊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看朝天下 就完了 郭球不用怕 郭球你不用怕 我和你开玩笑而已 我祖宗世世代代 色汉朝的俸禄 难道一点忠心都没有吗 我愿意 作卿长你一臂之力 杀这个国策 哦 卿长有这样的决心 那是国家之大幸啊 王子福就说了 我们再约些志同道合的人 立一张义桩 盼着三族杀光 都要效忠于主上啊 所谓立一张义桩呢 就是立一张义举 董城又很欢喜 就拿了一副白卷出来 拿去之笔 自己就首先签上我名 王子福跟着也签了名 他说 不止蓝将军跟我交情极好的 可以找他一起来商量 董城说 那好 现在满朝大臣 就是得长水校卫充緝 以狼吴石这两位 是我的心腹朋友 必定能够和我们一起做的 哈 真的又那么巧 得那么巧 正在那里说 伏人就进来报告 说冲緝 吴石两位大人来探问了 董城说 哎 真是上天 先助我啊 兄长 请你暂时避开一会儿 那王子福呢 就走了去屏风后面避开 董城走了出去 接着他们两位大人进来书房坐落 喝过茶 冲緝就对董城说 许田舍聂的事 搏扣你个心恼不恼 哎 心恼又怎样呢 有什么办法呢 吴石说 我发誓要杀到这个奸责的了 必在没人帮我 冲緝说 为国除害 我死而无冤 哈哈 好了你们 大家吃了一惊 一看 原来王子福在屏风后面走出来了 他说 你们两个人想谋杀曹城商 是吗 我要出手去告你们 董国寇就是人正了 冲緝八火骂他了 忠臣不怕死 我们死了都是做看潮之鬼 都比你卑鄙无耻去依附国策 哈哈 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董城说 我们正在商量这件事 要找你们两位 也都在义长上面签了名 然后呢 董城就请大家去后堂喝酒 喝一口 喝一口 忽然间 说西梁太秀马藤来到探访 董城说 你说我有病 不见客那样 那么开门口的区别人 那看门口的区别人不是出去回复咯 马藤生气起来说 我昨日在东华门外 趁眼看着他穿着錦袍 揽着玉带走出来的 因什么事说有病呢 我来不是没有紧要事的 为什么不肯见我 请大人不要生气 小人再进去通报 那区别人进去报告给董城听 说马藤在门口发火了 董城没办法了 就对大家说 各位坐下先 我少陪一会儿了 于是董城就出去大厅 请马藤进来 见过礼 分宾宇坐落 马藤说 我来京师朝见皇上 就来要回去 得意来到辞行 为什么国寇不肯见我呢 真是对不起 我突然间得了些病 刚才有失忆后 多多得罪 国寇面大春风 不似有病啊 董城一时之间 没有说话好说 马藤将衫走一腿 长叹一声 站起身 走落台街想走 唉 含能都不是救国的人啊 啊 马大人 请你留步 请你留步 你刚才说 谁不是救国的人呢 哼哼 想想想怎么去铲除家贼 这样 又怎样能够做一个为皇家救难扶灾的人呢 哎呀呀呀呀呀 曹城雙大是国家的大臣 朝廷依靠了他了 马大人为什么说这些说话 什么国寇你还以为曹賊是好人 隔长有矣 请大人细声点 哼 剩的是贪生怕死之徒 没资格来探论大事 马腾讲完又要走 董成这样就知道马腾确是忠肝义胆 于是他就说 请大人不要生气 我请大人看一件事 董成将马腾带到书房 拿诏书出来给他看 喂呀 马腾一看完 激动得不得了 无法倒鼠 嘴唇咬穿了 闷口都是血 董成说 独口 你 你如果一有行动 我立即率领西梁兵马响应 于是董成 就请王子扶他们几位出来 和马腾相见 又拿那张义葬出来 叫马腾签了名 马腾拿起杯酒 杀血发誓 我们誓死不负所弱 现在我们五个人 如果有十个人 事情就一定成功 董成说 忠义相传的人不可多得 如果找着个不妥当的人 就被他害死 马腾想了一下 就叫董成 拿一本在职官员的名册来看 他逐个名字查 当他查到楼市中族那处 他拍起手来说 为什么不找他来商量 董成他们就问了 你想用哪个人 拜着一个渝州木楼园德 为什么不找他 此人虽然是王叔 不过现在他正是依附着曹操 又怎么肯和我们一起做这件事呢 不是啊 那天打猎的时候 曹操出来接受了大众的祝贺 我看着关云祥在袁德背后 举起把刀 想冲出来杀曹操 当时袁德打个眼色 制止他 袁德不是不想铲除曹操的 就是因为曹操爪牙这么多 怕力量不足 国寇 你试试去找他 他一定答应 吴石就说了 虽然是这么说而已 不过这件事都不宜太快去进行 还是慢慢商量一下才好 当日谈谈远 大家就散了 到了翌日晚刻 董城带好张赵书在身边 直接去到刘比的公馆探望他 刘比请董城进小国坐下 关云 张飞 就照例站在刘比的旁边 刘比说 霍口今夜来到 实是有事了 这样的 如果日头骑着马来探访你 又怕曹操疑心 所以就夜晚来了 哦 哈哈哈哈 人是 带走事后 带走事后 国口 请 但唯独我看见 哎呀 社帝 见到曹操不分 钻碑 欺君妄上 所以发起火来 朝廷上的官员 如果个个都好像云祥那样 何受天下不太平啊 唉 不过国口 现在有曹操上治理国家 为什么要受天下不太平呢 袁德公 你乃是汉朝皇叔 所以我披肝力胆将心里话对你说 你为什么没有这些诚意呢 啊 因为 拍国口不知道真还是假 所以用说话来试试国口你 请国口书罪 于是董成就将诏书拿出来给刘彼看 刘彼看了 悲愤到极 跟着 董成就拿那张义桩出来 刘彼看下上面 签着六个人的姓名 一 车忌将军董成 二 公布侍郎王子服 三 长水校尉冲緝 四 以郎吴石 五 超顺将军吴子懒 六 西梁太秀马藤 刘彼看完就说了 国口既然奉召土佛奸冊 我怎能够不出力 于是刘彼也在义桩上面签了名 佐将军刘彼 那样 签完了 董成就收回好张诏书和义桩 他说 我们再请到三个人 总共十个议事 我们就一起来铲除国策 国口 这件事最紧要稳稳阵阵阵来做 不要随便说 那董成跟刘彼一齐商量到五更天才告辞翻扯 你算 暂时不讲他字 现在说刘彼他这个人是很有想头的 他为了防备曹操谋害他 就在住宅的后园中了几颗菜 亲自坐地淋水 用这样的做法来隐蔽自己的意图 避免人家特别是避免曹操 注意和猜疑自己 关羽和张飞见到大哥学中菜 就说了 大哥 你不去留心天下大事 走来学下等人做的事情 为什么 这些两位言底就不明白了 关羽张飞听见刘彼这么说 就没再追问了 有一天 关羽和张飞走开了 不在家里来 刘彼呢 正在后园中菜 突然间 许柱张飞带着几十人进来后园 他们对刘彼说 奉承相的命令 请士君立刻去 咦 有什么重要事 刘彼害怕了 许柱说 不知道 承相只是吩咐我们来请士君去 刘彼没办法 唯有跟他们两个去上府见曹操 一见面 曹操就笑着说 哈哈哈哈 袁德公 你在家里 做得好事 啊 啊 呃 呃 当堂吓到刘彼面如土色 曹操拖着刘彼的手 一直入到后花园 他说 袁德公 学中赛不容易啊 哈 哦 哦 嘿嘿嘿 呃 没事做 消遣一下而已 嗯 刚才 见到那些梅树结了纸 呲呲绿绿 我就想起 去年打张寿的时候 又一次 一路找不到水喝 将士都颈渴得不得了 当时我心生一计 就用条马边 指着前面说 前面有座梅林啊 那些冰雀听了 我口即刻流口水 这就不几乎了 哈哈哈哈 今天 见到那些梅子 不可不欣赏一番 刚刚又煮到那些酒 所以特地请士君来 喝饭杯 士君 请 哇 刘彼的心啊 现在才归回位 他跟着曹操来到一间亭仔 里面已经摆好酒席 还有一碟青梅 一瓶新煮的酒 两个人打对面坐 就开怀唱饮了 喝到半醉的时候 忽然间天上乌云密布 大雨就到了 那些牧人指着天边 说龙吸水啊 龙吸水啊 即是龙卷风啊 曹操还留给他 蹦着篮杆在那里看 曹操就问了 士君 你了不了解龙的变化呢 嘿嘿 知得不详细 龙啊 能大能小 能星能忍望 带起来 轻云吐霧 一世呢 就忍身藏影 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 忍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啊 现在正是春心时节 龙就趁着季节而变化的 就游之乎一个人得之以中横四海一样啊 龙这样东西可以比作世上的英雄 袁德公 你经历过这么多地方 必定知道当代有什么英雄的 请你讲来听下 我一双肉眼 我一双肉眼 怎么识英雄呢 袁德公 不别过谐 我蒙受黄恩 在朝廷上做事 所以天下的英雄 确实是不知道 那你不惜前面 亦闻其名的 那啊 淮南元术 兵多良足 可以算是英雄吗 他是坟墓里头的一对夫笔 我好快就捉到他了 那河北元朝 四誓三公 很多官员都是出于原家门下的 现在他在汽州洪霸一方 部下有才能的人极多的 可以算是英雄吗 哈哈哈哈 元朝外表看来很厉害 只胆量甚少 想做的事多 但是没决断 做大事而碎身 见少利而亡命 不是英雄啊 有一个人 号称白俊 威震九州 刘景昕可以算是英雄吗 刘表虚有其名 不算英雄 那有个人血气方剛 是江东领袖 孙伯父 算不算是英雄呢 算财 不过是凭着他父亲的名气而已 不是英雄 那 益州刘贵玉 可以算是英雄了吧 刘将 虽然是汉朝忠实 不过是一只看门狗 怎算是英雄 那好像张秀 张老 汉帅等等 这帮人又怎样呢 嗯 哈哈哈哈 这些鹿鹿小人 哈哈哈哈 何足挂齿呢 那除此之外 他就实在不知了 袁德公 一个英雄啊 他是空怀大志 福有良谋 有包藏宇宙之机 吞吐天地之志啊 然间 谁能够当得起英雄呢 曹操用一只手 指一指刘贵 然后再指一指自己 他说 当禁天下的英雄 就是士君你 同我啦 刘贵听曹操这样说 轻了就惊 插着一手来的筷子 不过跌了落地 咦 好彩这个时候 大雨就到 那天淋淋声打起雷 刘贵就松松 融融地护下身 执起一双筷子 他说 一阵智慧 竟然那么厉害啊 曹操笑了 哈哈哈哈 大丈夫 都怕雷的吗 怕 恐性人遇到大雷暴风 都改变面色 敬畏上天 怎能够不怕 哈哈 刘贵都算他聂啊 他将自己听到曹操 说他是英雄 吃了一惊 连曹操都被他骗了 所以曹操对他 就并没有疑心 有私为证 面从苦越站催身 拙破英雄 惊杀人 考着文雷来掩饰 随机应便信如神 过了一阵 停了雨了 只见两个人 撞到入来后花园 两个都手执宝剑 冲到他挺仔前面 那些卫兵都烂 他们两个不住 曹操看看 哦 是关羽和张飞 原来他们两个 才是去了郊外射箭 正说回来 听说刘比大哥 被许柱张廖请了去 吓了一大跳 方方茫茫就赶来上府打听 一来到 听说在后花园 他不知道有什么事 所以就不理那么多冲进来 刘比大哥和曹操打对面 坐着喝酒 那就放心了 于是就按着把劍站在那儿 曹操问他们来做什么事 关羽长就说 听闻乘上到兄长喝酒 得以前来武剑 博乘上一笑 曹操真的笑了 这儿又不是洪门会 用什么用杭装和杭白 刘比听曹操这样说 也都笑起上来 曹操跟着说 一来 拿点酒 给这两位凡快压经 多谢丞相 半羽长被接过酒 一饮而尽 对了 刚才曹操说到什么 洪门会 又说杭装 杭白 听说什么凡快 究竟是什么意思 所谓洪门会 一般来说就是指 充满阴谋和杀鸡的宴会 这个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在秦汉的时候 刘邦和汉宇争霸天下 有一次两个人曾经在洪门 即是现在陕西省林童以东的地方 商会 在宴会进行的时候 汉宇的谋事范增 就叫杭装在酒席延前武剑 后叶机会就要刺死刘邦 谁知杭装的叔父杭白是跟刘邦好的 真是他又起身 拿把劫来 没了一份 在保护着刘邦 后来刘邦手下的猛将繁快就冲了进来 终归就救了刘邦走 好了 现在就说回头 他们喝完酒散席 刘邦就词别曹操回公馆 关文祥说 刚才差点吓死我们两个 刘邦就将跌了筷子的事 说给关公和张飞听 他们两个当然不明白了 问为什么 刘邦就说 我之所以学中菜 不外是想使得曹操认为我胸无大志 怎料曹操先后竟然说我是个英雄 我一下子驚起上来 连筷子都跌了下地 你说被他看穿了 起了疑心就糟了 所以我诈解已说 听见行雷的心怕 这样才掩饰过去 哦 庆长真是高见了 高见了 关公和张飞 真是服了他们的流鼻大哥 高见了 高见的钟 进门 之后 看到了 嚇 开 感谢观看